師傅 你說這件事 我又衍生另一條問題 因為這個偏離了十二生肖 就是八字的問題 如果有一個壞人 他找你 想試試你 師傅 給我看八字 他給你完之後 他不跟你說出身地點在哪裏 好 我們又要說了 我們最緊要有一件事 你不要去看到某一位大師 全世界的大師 當他看得不準時 我在這裏呼籲一下 那麼多位的網友 不要去說這個大師 你看得不準時 我說的東西 全部不對 我把我的資料都給你 真真正正的資料都給你 但你看不準時 我勸各位呼籲 在這裏 不要去說大師 你需要知道 你的八字 如果是重複計下來的 是一千九百萬就回頭了 這是其一 第二就是你這位仁兄 這位先生 阿姐 出生的地點 和你的膚色 種族 你在哪裏出生 都不同 如果你是北方人的 如果你走來南方出生 和北方就是兩條命 就算如果你是富貴人家 在一個窮鄉碧壤 剛剛開發的 法極都是一個頂點 去到哪裏 好了 還有一件事 我們的命很渺小 等於一個西裏 擺滿沙子 一西 你都不知道要去哪裏 另外還有一件事 真是家山 如果我們的先人 真是積了陰德 那很多東西 看一條命裏面 你是有個爛的 所以我們現在這批命就不講死 我以前也講的 我也算對著燈港 在我手上有四個人 我批死的 因為以前我有批大運的 現在就沒有了 當年我批大運 我批死的人 全部不超過十五日 對著三清港 對著祖師爺港 全部不超過十五日之內 但是最後我可以告訴你 我就很大催 我自己都被官非前身 所以最後我都不敢批這些東西了 即是原來太準確都是錯的 只可以說什麼 你有個大催 那真是對的 人之之中 這樣的留年 喂 你這麼老 都是那頭近的 對不對 所以不再待苛求的 所以我們就 尤其是我們現在做道長 是道不言死 因為道長是不講死字的 所以我們就不講死 只不過會和當事人 喂 你會有個結 好了 說回頭 好了 如果到時我批你 喂 你會死的 那我將來的後果是什麼呢 你不用來拆我的招牌 嗯 好了 如果你真是便宜的 你就一輩子都記住 未到時你天天都認住那天的壞運 那對你來說 亦都是一個不好的運 所以我現在就只是說看留年了 我就不再去看幾多年的運了 其實中派又大派又更加沒有了 你今天來的 大家見面開開心中 大家聊聊天 是 OK 師傅 剛才你說的流年 不是食那些 還有流月的 是 我記得和你聊天的時候 你說過十二生肖 甚至乎有流月去看的 是 其實這個準則是根據什麼 和準的程度又有多高呢 其實是一樣的 嗯 你和命一樣 只不過是說我流年 是代表我今年的運氣裏面 但是今年裏面 你的喜用神 我們記住那個Market 你例如你是土水墨用神的 好了 我是一個土金用神 好了 我們流年有十二個月 每一個月由精月 人月 某月排下來 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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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見回十二個月 十二個月裏面也有肝脂 所以我們叫做一個甲子 那你走完這十二年 第二年就走另一個十二年 我們走五年就還功復元 起回第一個甲子 嗯 所以你排下去而已 那我就跟你的方位走 東南西北 那我們流年就有什麼 春夏秋冬 是的 所以也說你有南方的火雲 你有水的月嶺 你有金的月嶺 那麼我們在流年裏面 就會踢起了 喂 你今年哪個月好 哪個月不好 那我們什麼呢 運籌為憶 決勝千里 嗯 我告訴你 喂 你這個月 一般的 你不要投資 這樣 你不要拿去衝 當然 如果你衝的 你會損失的 當然 如果我損失少了 我就會贏了 是 好了 如果告訴你 喂 放手去做 我這三個月裏面 我做的可以一年的收入 嗯 嗯 這個時間 我們落力去做 OK 來銷售 嗯 OK 好了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一集 我們再請教翁補祥師傅 其餘一些玄學風水上的問題 拜拜 拜拜 拜拜